舍利福 一世因缘 当知诸佛方兵六五 于一佛城分别说三 三就是从一城法里说多城 三代表多 二不是苏穆斯 佛教传到中国 大臣小臣是个宗派 不是说三说十啊 每个宗里面还分很多派 派里面还有小派 越分得多 越难提升 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 那怎么学呢 他分 我不分 这就对了 那他是指什么 是指这些祖师大胆 佛没有分 我们要修佛 这最稳当 最夸高 那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四十九年 讲经教训 没有分 门派 门派是佛灭度之后 佛的弟子们 他们分 那这一分 有的 只有成就 有的 没有成就 啊 古时候 成就多 没成就少 一千年之后 一千年之后 提升的人少了 上不去的人多了 那在今天 可能 许许多多宗派 都没有办法提升 唯独 净土 一门 那 只要你真信 没有怀疑 死心塌地 一门深入 啊 只需要具备四个字 欧益大师说的 信 愿 痴明 你就能提升 真信 切愿 没有丝毫坏 我就这一条路